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跟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菜价的问题 在开始之前呢 如果您还没有关注我这个账号呢 麻烦你点击一下视频下方账号名字旁边那个小铃铛 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 现在呢我们疫情宅家呢已经快一年了 从疫情初期的抢购潮到美联储的后来的疯狂印钱 就感觉有无数个理由都要告诉我们东西要涨价了 那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最基本的菜价有没有涨 涨了多少呢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 那要拿到一年多以前的物价呢是比较难的 幸好呢 我有一年多以前在这个Costco和We上下的这个订单 可以看出当时的价物价 所以呢我就拿Costco和We这两个网站做比较 你看Costco这上面有那手订单 我会拿去年就是2020年1月份和2月初的订单 来跟现在今天的价格做比较 还有We也是一样的 拿去年1月份和2月初的价格跟现在做比较 那如果比如碰到当时那时候有的东西 现在没有了呢我会把它去掉 那如果当时有的现在呢这些规格不一样了 那我就会把它换算成这个单价 这是一个Costco网站 里面点进去呢都会看到这个当时的这个物价的 当时的这个价格 We上也是一样 那我呢就特意把这些物价呢都摘录出来 做成了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我们先来讲Costco的 这个呢是Costco上面的物价摘录下来的 我呢大致把它们进行了分类 像这个橙色的就是肉类淡奶这些 然后这个绿色的就是果蔬 然后这个黄色呢就是其他包括面包啊 什么油啊花生酱啊 然后纸巾也就全部都丢在里面了 这个呢 这第二篇呢就是一年前的价格 这一篇呢就是现在的价格 这一篇呢就是这个涨跌幅度 红色的表示价格降了的 绿色的表示价格涨了的 然后呢为了更直观一点呢 我还根据这个表格做了一个图表 做了一个图形 可以看出基本上这个Costco上的这个菜价 就是有涨有跌吧 每个东西都有涨有跌 就是基本上比较稳定 幅度也不是那么的大 幅度最大的呢也就是这个 Organic Raspberry 这个贵了10% 像那个牛油果呢就便宜了10% 所以就是总和下来呢 我算了一个最后一行 这个呢是就是当时如果买这么多东西的价格 总和价格 和现在去买这么多同样的东西的价格 这比较下来呢其实就是差别不大 就也便宜了1% 所以Costco价格还是非常稳定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是看一下V V上的东西买的稍微多一些 但是呢因为这个家庭饮食习惯买 可能我们买的东西跟你别人家跟你们家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样本呢其实也是有限的 但我就只能从我自己的这个样本出发 但是像这个我也基本这样分了类 这里橙色的这里是就是肉类啊 鱼啊海鲜啊之类的 这中间绿色的呢是蔬菜水果 然后黄色的这一部分就是米面啊这些年糕啊这些的 然后同样的这一栏是一年前的价格 这一栏是现在的价格 这一栏是那个便宜了还是贵了 贵了多少便宜了多少 嗯 我也根据这个表格呢做了一个图形 基本上呢 价格还是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涨跌的也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个别东西呢还是挺厉害的 比如这个火龙果这个涨价很明显 呃但是这个猪小排呢 降价也降了一些 我们看看啊 看看这个荤菜类的呢 它也是有涨有跌 但是金苍鱼长得比较厉害 涨了33% 然后蔬菜呢看下来呢 是涨的一部分是 少部分是便宜了 然后一部分呢是就保持原价 但是还是要挺多的是贵了 然后这个米啊年糕多少包就多少包 涨了一些 其他的也米和那个年糕啊 这些也没什么变化 然后呢我分别我就算了一个分类的一个总和 像这个果蔬总和这里 这一行 我就把这些蔬菜水果这个这部分单入列出来 就是算了一个总和 就是说我如果现在去买这个这么多的蔬菜水果 跟一年前去买这么多蔬菜水果价格的区别呢是贵了 这个还是贵了一些的 然后呢肉类海鲜我也这样算了一个就是呃就现在去买我上面列的这些这些肉类和海鲜 跟一年前去买呢是贵了一点点贵了1.3%这是还可以接受的 然后算了个全部总和就是说如果我把同样的这里所有的东西 微上的这些东西 现在买跟七年前买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是贵的3.4% 所以呢现在看下来呢价格微上的价格涨是涨了 但是呢也还算稳定因为一年涨3.4% 毕竟是疫情期间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关蔬菜来说的话呢还是涨的有点多的 那这个就是我对我以往的这些订单做的一个一个小小研究吧 大家如果有自己的发现的话欢迎在评论里面留言跟我一起探讨一下 谢谢